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二字四 二字四 他說 要求 要求從那個內部跟外部來判斷 看他的結構是不是穩定 然後再來標示看他是一個簡單 或者是複合或者是複雜的行價 那我們先看一下DA A的話 外部 外部 外部幾何裡面 他有一個腳接兩個滾接 所以他 他的外部 外部是 穩定 但是因為他多了一個 一個反力 他就是這邊多了一個支撐 所以這邊 外部幾何裡面 他有一個一度進不定 然後 內部呢 內部 其實大家同學可以試一下 就是用簡單行價的方式去畫 你可以把所有的行價都畫成一個簡單的行價 所以這邊A的部分 他是一個簡單的行價 簡單行價就是屬於 穩定 跟靜定的部分 所以外部 外部 外部是 外部幾何穩定 內部幾何也穩定 那整個系統呢 他就是一個穩定系統 那在靜定的判斷呢 他的V 感見數有13個 反力數 腳趾2個 滾趾2個 所以總共4個 那 節點數有 有8個 所以 V加R-2Z得到1 1的話 就代表說 他是一個穩定 但是他是一度進不定的行價系統 然後再來 V呢 V 他的 外部幾何 V要注意看 V要注意看 V 他 他有一個 腳之層 跟一個滾之層 我們看一下V好了 為什麼我們說 V要注意看 因為 他這個滾之層 他並不是跟腳之層 是別的 平行的 所以他的反力 他的反力是這個方向過來 這個方向過來 那就要看一下 這個方向過來的反力 跟你的腳之層 會不會交於一點 腳之層他是這樣子 這邊有交於一點 但是另外一個腳之層的反力 是這樣子 所以外部幾何裡面 他是屬於 屬於外部幾何 那個穩定的狀態 那內部幾何就開始 開始畫 畫 那個 畫三角形 如果我們由 這裡出發的話 然後 兩點 一個節點 兩點 一個節點 然後 兩點 一個節點 兩點 一個節點 有多出一根桿件 多出一根桿件 多出一根桿件 所以這裡大概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大概是會是一度進不定 一度進不定 然後這邊是一個簡單 簡單的行 行價 那我們 我們就可以判斷他是 內在幾何穩定 那如果我們再用 B加R-2D判斷 他進進不定 他的B總共有12根桿 所以是12 反例有3個 節點有7個 所以是 12加3-2乘7 有等於1 所以他是一個 一度進不定 的一個行價系統 然後C呢 C其實 他是 左邊一個三角形的簡單行價 右邊一個三角形的簡單行價 但是他用三根連桿 連結在一起 那連桿呢 他又交在一點 交在一點 這個是合成行價裡面的 的 第幾點 的 第一點 第一點 所以這邊是內在幾何 內在幾何的不穩定 所以 C的話 我們可以不用往後看的 C的話 那就是不穩定的 好 D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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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 先看他進定或進不定 好 我們用B加R-2J 他的B是16根桿 反例 反例呢 是三個反例 節點有10個 所以B加R-2J 是 是-1 -1 -1 我們剛剛有講過 -1的話 它是屬於 不穩定的情況 所以 這個 D的話 它是不穩定的狀態 然後 1的話 1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複雜行價 1是一個複雜行價 1是一個複雜行價 然後 我們可以 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 它的外在 外在幾何的部分 它一個角質 一個滾 所以它是外在 外在幾何穩定 那內在的話 我們用B加R-2J的話 它可以 得到 它是 它是 0 是靜定 但是它裡面 又沒有所謂的 內在幾何不穩定 所以我們判定 它是一個 靜定穩定的一個系統 好 那再看 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同學 沒有 其實 這裡 重複性的東西還蠻多的 大概就是判斷它 它是 穩定或不穩定的情況 那第2-5 2-5其實它是一個 之前的一個考題的 它是一個之前 曾經考過的考題 它幾乎會在 考場上看到的題目 幾乎都是要 這麼的複雜的一個題目 那這邊我們大概 大概稍微 重點 重點提一下 第一題呢 第一題 第一題 它可以 其實它可以從我們 那個講義上看到 它是可以 把它分成一個 A部分 跟一個 B的部分 A的部分 同學可以回去自己畫 A的部分 它 它是可以 畫成一個 簡單的行價 簡單的行價 那B的部分 B的部分是一個 一個只有單一的感見 那它就是 A跟B呢 用一個 用角接點把它連結在一起 然後A4 簡單行價 它沒有 不穩定性的情況 那 B又連結 A跟B 用角接連結 也在一起 那它也沒有整個內在集合的不穩定 所以 所以在穩定性上 它是一個穩定的系統 那再由 B加R-2A呢 得到 它是一個 靜定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判斷A是 穩定而且靜定的一個系統 那他這邊呢 他有要求說要把 如果是一個靜定穩定的 要把他的反例給求出來 那這部分好我們留到 留到第三章 我們會去講解 然後B呢 B 這一題 這題好像 似乘相似 好像前面我們應該有講過類似的 B 我們先看外在集合 外在集合 它是由三個 角接點 角之層 所 所組成 但是注意看 我們一直 一直有強調 角接點 如果只有一個桿件 連結一個桿件 那 那角接的反例 會跟那個桿件 的方向平行 好 我們看這三個桿件 這三個桿件 都是垂直的一個方向